日本新的日期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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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塔羅時子的時間 這個星期的問題 其實就是上星期 還是星期尾收到的 泰國少年足球 他那隊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泰國少年足球隊 很小的小朋友 就進入洞穴 去探險 這件事 很特別 要小心說話 很特別 為什麼要小心呢 畢竟這件事裏面 都有瀰爛了的人 到底 又為什麼會有人 那些被困的人 全部都可以安全出來 但是這件事裏面 又會有人瀰爛了 所以這件事 我最初第一個想形容的情況 就是這件事 都頗有趣 最初問問題的人 就是想知道 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 是不是要等幾個月 才可以離開 是不是要等幾個月 因為真的泰國政府 因為真的泰國政府 開初他們那些決定 都很慢 你覺得 他就是說 等那個水退 因為現在又是泰國 又是雨季 他們那個山洞裏面 就是有很多水在 所以才會出不來 等水退 就可以回來 就是要等幾個月 開初子欣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感覺很有趣 一點都不沉重 因為那些小朋友 每個人都很開心 因為感覺上 他還可以拍到影片出來 他好像跟我們 是連在一起 不是覺得很危險 或者很遠的一件事 那些影片裡面 那些小朋友又笑得很開心 很輕鬆 但是後來 再深入一些 去看很多其他的影片的時候 傳媒的報導的時候 或者是說 看到傳媒拍的那些地方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看都已經覺得 透不透氣的了 那個場景那個地方 因為原來說 潛水都要潛六個小時 才進去他們那裡 那這些就真的無法作假了 如果你說 是不是傳媒拍得很 故意要令到這件事 很沉重很恐怖 這樣就 無法說 但是 有些數據的東西 就一定無法作假了 潛水要潛六個小時 才進去的地方 還有那些水 是泥斑 很泥的 所以你潛了進去的時候 不要以為我會沖繩到 這樣看得很清楚 然而呢 原來潛了進去 都是蜜測的 是 黑黑黑的 所以 要認得路 都是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 我們就會慢慢會明白 為什麼有一個去救他們的 潛水員 都會是 因為缺氧而離難了 這件事 好吧 但最終 這麼危險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會進去 也是其中一件事 我聽到的 有些人說 他們的足球隊隊長 帶了他們進去 因為足球隊隊長 跟他們去探險 帶了他們進去 而這個足球隊隊長 就是一個曾經出家的出家人 後來是還了族的出家人 但是 最近有聽到 原來 有一些說法 就是 是小朋友進去 而老師的教練 是進去找他們 是進去救他們 進去找他們 到底哪樣是真 哪樣是假呢 我們暫時不會想要 拿這件事來 來問 我們再分析一下 所以 在這個位置裏面 我自己就會有一個想法 其實生命力 從何而來 你看到這些小朋友 他拍片出來 讓我們看到 他在一個 這麼恐怖的地方 沒有氧氣 沒有燈 你們有沒有幻想過 有沒有想過 我自己一向都很怕 一些局促的地方 或者空氣不流通 我已經覺得想死 好像想死 所以我只看一條片 我已經感覺到 他們那些 原來 進去找他們的地方 不是全部都是 但是有一個位置 只是一個人可以捐過去 是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要進去呢 是不是真的沒有東西玩呢 我覺得這些反而 是我們可以去看 深入去看和研究的東西 生命力從何而來 有些人 特別是最近 有些人因為這件事 又更加說起 早前 是否有一個礦場裏面 就發生爆炸 從而有33個礦工 就被 不是買了 因為他們還沒買 但是他就 混在在礦坑裏面 那件事呢 結果都是幾經 幾經艱辛 把那些人拯救出來 和這次都是一樣 那 33個人在礦坑裏面的時候 又是一件 很有趣的故事來的 就是那些人 在裏面 17日 沒有物資進來的 17日 慢慢之後的時間 好像都有一些物資 可以給他們 但是在17日裏面 33個人 又怎樣可以 在沒有食物 沒有水的情況之下 可以活下去 當然 你看這個新心靈的節目 就說有些人 不是幾年 一年 起碼是一年 或者年幾 不吃東西 都是不死的 這些就是有人 去到 有些meditator 有些冥想的人 或者瑜伽士 已經證實過 是可以做到 根本上可以做到的 但是第一 就說他們不是做 或者練瑜伽的人 到底他們是怎樣 在這麽惡劣的環境裏面 可以生存下來 或者我們先回去 少年足球隊那裏 所以這件事就是 功勞之一 其實都是那個教練 那個教練就是 因為以前是出家的 所以就教他們要平靜 教他們要安靜自己的心 其實呢 因為他們都在裏面 留了九千的時間 在這個環境 沒有食物 養氣有這麽少 有人是可以 因為去救他們 都可以死的話 這麽惡劣的情況裏面 我們就會知道 就是 看到的就是 也都真的 有些人說 打坐的時候 如果你去到一個 出體的情況 你出體的時候 其實呢 你這個身體 是停止了呼吸 是沒有呼吸的 因為靈魂是不需要呼吸的 所以 到底他們在山洞裏面 他們是修煉什麽 或者他們是不是 就是用他們一個 很喜樂的狀態 在裏面 而令到他們 是能夠過到這麽多日呢 這個呢 就我們 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 我們看到 很多生命 在一個很危難 並且有災難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他的生命力的存在 是吧 但是相對地 我們現世的人 真的很多人 很多事 很容易 對很多事情都不滿 打比喻 好像我最近 有一個朋友仔 進了醫院 這樣就投訴 是吧 因為醫院 就沒有魚吃 醫院 就只有肉吃 但是有人 就是沒有得吃 是吧 可能水 都沒有得喝 是吧 那醫院又有冷氣 是吧 又不用做 是吧 但是有些人 又會投訴要做 所以我們 其實人 就是這樣的 基本上 就是怎麼樣 就是在我們 擁有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不會 滿足的 這個的確 是這樣的 但是 對於這一班 小朋友來說 就是說 他們 今次 經過這個災難 是不是就會令到 他們 非常之 非常之覺得 懂得珍惜他們的生命呢 這個 其實 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 你想想 我們平時很多人 去教會 星期天去教會 你聽了一些道理 令到你自己 覺得很平安 很平靜 很開心 但是你這個狀態 你又可以維持到多久呢 原來我們人 是真的 很羨慌的 好的東西 或者好的感覺 很快 我們就 忘記了 我們是有一個 的習慣 就是 時常都是 去到 想到 或者是 專注到 在一些比較 不好的東西上面 原來我們 整天都會 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問題 這次 這件事上面 我自己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件事 只看 我都會覺得 有一些 鼓勵的作用 就是說 你看到 別人 在一個 災難裏面 這樣說 好像 不是很對 但是 會因為 這件事 而令到 你 記起 你自己 所擁有的 很多的東西 這個 例子 我還想說 多一個 就是說 最近 我們在 一個 教會的場合裏面 聽到 有一位 朋友 他叫做 關子祺先生 關子祺先生 他的 這個 見證分享 亦都是 跟這次 這件事 有 不謀而合的地方 一謀相通的地方 就是 人生裏面的災難 關子祺先生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他 為什麼要開他的名字呢 我相信你如果上網 搜尋他的名字 打他的名字 都會找到 他的資料的一位 朋友 那 這一位 關先生 其實他 以前 很多年前 我想二十幾三十年前 已經 他是一個 會考 品學兼優 44A 的一個 學生 不單止 他的 功課 學得好 他也在運動上面 音樂上面 全部 都是精通的一個人 但後來 他就得了一個病 令到他連走 全部都難走 走都行不到 甚至乎 那天我聽他演講的時候 其實還是聽到 他講話 你很難聽到他講什麼的 因為他是有些 類似癡理筋的樣子 所以你要很細心 很留心 你才聽到 其實他在講什麼 但這位軍 子祺先生 他現在事業有成 他也在他有病之後 拿到他的醫療程 而且他在他寸步難行的一個身體狀況裡面 他一樣可以 還有是有去跑馬拉松 而且跑得很快 我自己就會看到生命力和災難 這兩樣東西 其實在我們生命裡面 是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我們是真的沒有去到 懂得珍惜我們的生命 去欣賞 去感恩 我們已經有的所有東西 你想一下 他連講話 可能都是講得不清楚的時候 特別是一個 本來是擁有這麼多 擁有就是一個天之嬌子的人 可以將一切都失去的時候 但是 都是有那個很強的生命和鬥志 來讓自己 真是活出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到底這種生命力 是在哪裡而來的呢 這個引子就很長了 但是我就想從這件事裡面 去問一下我們塔羅的智慧 就是其實我們的生命力 是從何而來的呢 好 因為這個不是互動塔羅 我們純粹就是看一下 拿一個信息與一個智慧 我們就看一下 令我們自己的人生 都可以有啟發的一個信息 生命力 我們怎樣可以增加到 我們更多的生命力呢 其實所以生命力是從何而來的呢 今天要再給我一張 好 等多我一會兒 好 這個就是了 我先看了第二張 看看有什麼牌出來 哇 O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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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張 兩張牌都講 兩張牌都解釋 今天 看看第一張 Oppression 麻煩 好了 Oppression這張牌呢 沒錯了 囚禁 生命力是從哪裏來的呢 其實很有趣 原來在我們有苦難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才出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真的有很多 人家說是可福 或者說 富家之帝 富一代 他們沒有什麼生命力的 他們 他們還有 我剛才揭的第一張牌 人家會說的 就是 玩 或者他們覺得 如果他們喜歡玩的話 玩就會形成了 他的一個 或者是人生的目標 或者是他喜歡去做的一件事 但是 在我們人生裏面 原來 我們看似是一件不好的東西 所謂的災難 好像在有一本書 《和想遇到鑽石》裏面 都有這樣說過 他的說法就是說 有些人很幸運 很小的時候 他的生命 就已經遇到很大的災難了 原來這個災難 真是令到我們的力量 這個力量 就是我今天想問的 這個生命力出來的 一個很大的力量 可能有些人就問 但是有些人遇到災難的時候 他可能會放棄 他可能過不了 他就沒有力量 其實是的 我們在考試裏面 他會令到我們 譬如我經常用考試來做例子 因為他是一個 大家都從小到大 會遇到的一樣 每個人都會去經歷的一件事 當你要去面臨一個考試 又或者一個新的工作 那時候 你總會好像有一些壓力 其實在說的就是這些壓力 就會令到我們有一股力量 是產生出來的 最近我也跟一個朋友說起一種狀況 就是原來衝突 塞斯都有說這件事 就是說衝突其實也是人生裏面 必須要的一種力量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很害怕有衝突 當然我們也不會刻意去尋求一些衝突 但是原來衝突這件事 也是可以在人生裏面 必須要的 讓我們是有產生力量的一個元素 另外一張牌 很快講完 就是Devil's Play 我們看一下 Devil's Play 這支牌 其實我會看到它說的 我們很多時候 做人 特別是我們做人做得久了的時候 都會很認真 對於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很認真 有時候或者是人家說一句話 人家一個的眼光 很多很多時候都是人家說的一句話 或者 升他不升我 讚他不讚我 喜歡他不喜歡我 諸如此類 為什麽是人家中樂合彩 不是我 諸如此類 我們要做人做得久 其實我們都是 失落了一個叫做 Playful heart 一個遊戲 一個輕鬆的心 早一段日子裏面 我見過一個psychic 一個神通的小姐 她很喜歡提我們一件事 就是這個未必一定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但也有可能是對你有幫助 又或者是某些人的真理 就是人生來到可能都是為了玩一場而已 可不可以永遠都保持著這個輕鬆的遊戲心呢 有時候也都不是說你想那麼容易的 所以為什麽呢 就要有修行 我見過的實際的情況裏面 災難令到一個人越來越能夠放得輕 而放得輕當中 就更加容易有這個遊戲心 Playful heart Playful heart 不是說不認真 那麽簡單 它只是能夠放得下 可以讓事情發生 亦都有一個很輕鬆 覺得很好玩的感覺 在裏面 我講完了 為什麽還在看這張牌子呢 好了 我過了很久了 這個泰國少年這件事裏面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行集 我覺得有很多的啟發 最直接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需要感恩我們擁有的很多東西 無論是空氣太陽一切 但如果我們不是真的遇到災難的時候 我們說就這樣說 我們有沒有感覺到那個真真正正的感恩呢 其實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麽有時災難要來到 就算在你人生裏面有些少的災難 其實它就讓你好像當頭棒學一巴掌 人就是需要這些東西 始終很開心 他們可以全部安全地出來 所以我們都是送相祝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